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啊,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啊 刘征虽然义务管了刘备一百多天的饭 但是管的一时不能管一世啊 这意思到了,也就差不多了 按照约定,大吃大喝完 刘备,你就得去打张卤喽 临走之前,刘章大力弘扬东道主热情好客的精神 又是给刘备发慰问品了,又是发奖金了 刘备真是又吃又拿,真是手都发软了 心里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长叹一句,复在今日之乐乎 于是,他们会晤的那座山,由此得名复乐山 今时今日,复乐山依然是绵羊市的旅游圣地 有兴趣的朋友,去掉绵羊 别忘了,走一走,感受一下刘备当年的心情啊 当然了,除了发感慨之外呢 双方还一致认为,光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 没创意 于是,尚书朝廷推荐对方当更大的官 刘长表态了 哟,兄弟啊,你只当个左将军,太不配套了嘛 你应该当大使嘛,兼任私立校尉,这才对嘛 刘备一听就呵呵了 哎呀,兄弟,在西部开发这么些年 也是劳苦功高的劲啊 早就应该提拔为,镇西大将军啦 哎,双方这你来我往的,很快都同意了 于是,刘备就成了行大司马 刘章也成了行镇西大将军 这里的行是什么意思呢 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代理 相互推荐之下,刘备代理大司马兼私立校尉 这可是除皇帝以外,官场里最大的帽子了 而刘章呢,是代理镇西大将军兼一周末 好好的,干嘛要代理啊 直接担任不就完了吗 哎,这个道理呢也很简单 这么大顶官帽子,你说皇帝会同意吗 就说皇帝同意了,这曹操能同意吗 哼,所以啊,这个官啊,是自己给自己封的 没得到皇帝的认可,所以要代理 两个人现在都爽歪歪的,哪管皇帝认可不认可呀 自己认可不就完了吗 虽说,虚是虚了点 但怎么的也是身份的象征吗 奸安十六年冬季,在经过三个月漫长的饮宴之后 刘备终于可以出发了 为了让刘备找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也是希望他能早一点除掉张鲁 占据汉中,把义州与曹操组隔开了 所以刘夹又很大方地送给刘备大批的粮草军马 为了让刘备从义州杀入汉中的道路是畅通无阻 刘夹还特别下令 驻扎在白水关的义州军队 全部听从刘备的安排与调遣 白水就是今时今日,四川的广源 这样一来,加上刘备自己带来的部队 他手下能调动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三万人了 至于后勤嘛,更不用担心了 全部保质保量的提供 一句话,进了巴蜀之后啊 刘备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方便 巴蜀人民对刘备那可是铁得很啊 所以可以简称巴铁 所谓阶级兄弟一般的友谊 在这里绝对不是一句废话 按刘章的意思 我们辛苦一点没啥 千万不要苦了好朋友啊 这就是后勤部长的崇高思想境界了 相对而言 刘章动机是很单纯的 我花钱请你来干活 只要你表现好 帮我拿下张禄 多给点,没问题 在他的心目当中 刘备就是自己的雇佣君了 但是,事实证明了 这只是刘章的一厢情愿 所以啊,现在请人吃饭 借钱给人 您还得看时间,看地点,看环境 不能动不动就一掷千金的 有时候啊,你的大方 反而会被别人在背后骂你傻呀 刘备进入益州 真实的目的 是借着打张鲁的旗号 吃掉益州地盘 现在已经成功进门了 沿途还收了不少好处 就目前他的实力来说 反攻益州的实力 已经是有的了 但刘大耳朵 平生行事最为稳妥 喜欢搞以德服人 况且,实话实说 刘章如此热情好客 是大大出乎刘备的意料的 搞得刘备都不好意思对刘章下手了 哎呀,欺负老实人 说出去,贼难听 对吧 哎呀,行啊,行啊 现在官也升了 慰问金也拿了 人员也补充了 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 接下来该干活了 等刘章返回成都以后 刘备继续北上 推进到加盟关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今天四川广源的昭化镇 后来被刘备改名为汉寿县 这里离汉中郡的杨平关 不算远了 在这里 刘备并没有按刘章希望的那样 继续北上进攻张鲁 也没有像张松希望的那样 反攻刘章 而是停留在当地 小动作不断 不断地给当地 施以小恩小惠 收买人心 诶,史料上说了 叫后述恩德 以收重心 呦后 按照原来的计划 你这么做 就是不务正业啊 你干啥呢你啊 刘备 呵呵 干啥 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地球人都知道 刘备想干什么 只有刘章一个人 不知道 或者是选择性的失明了 刘章这个领导人是糊涂 但他手下的人 很多都是清醒的 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 炎炎之外 还有奉命服从刘备的 白水官的守将 杨怀 高佩 看见刘备 四处树立自己的光辉倾向 那就是罪翁之意不在酒吗 这种人 我们必须要多留一个心眼啊 这些将领们怀疑 刘备 北宫汉中是假 暗中图谋南下一周是真的 于是 他们悄悄开始给刘章打报告 强烈要求 把刘备这一尊不务正业的大神 送回荆州 管他有没有野心呢 把他送走 就少了一个安全隐患啊 可是 刘章那边依然是不动声色 还是稳稳地在成都坐等好消息 他满脑子就是一句 张鲁啊张鲁 你还敢欺负我 哼 我搞不定你 但我可以请外援来搞你 这个外援就是刘备 就在你家门口了 你等着瞧 至于那些将领们说东说西的 哎呀 我们要宽容一点吗 要给别人准备的时间吗 对不对 就算刘备暂时没有主动进攻张鲁 但至少张鲁不会直接打到成都来嘛 对不对 刘章啊刘章 你真是糊涂啊 你有没有换个角度想问题啊 其实在夺益州这事上 刘备更狠更毒啊 至少张鲁现在还没有南下夺取益州的计划吧 而刘备呢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对益州流口水了 现在连部队都带过来了 权衡一下 张鲁与刘备 哪一个更需要防备啊 正所谓纸是包不住火的 刘章糊涂 他手下的人情绪强烈 这空气当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不祥的味道了 对于这一点 显然刘备也是很担心的 他也陷入了迷惘当中 虽说自己进攻益州的主意已定 但具体的步骤 真是没想好 应该怎么办呢 老板的目的需要 就是下属的无私奉献目标 刘备 你不需要担心 你手下不是有一流的谋士吗 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 现在你有需要了 你说那庞统不会帮你出个主意啊 其实对当前的形势 庞统是非常警觉的 他之前不是说 在福县就让刘备来个斩首行动 直接拿下刘章 以免夜长梦多 只是当时刘备不忍心下手 可现在呢 喂 事情都快暴露了 还顾什么兄弟情分 朋友情义啊 不能再迟疑了 经过深思熟虑 庞统向刘备献了三条计策 他说 主公啊 现在我们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刘章那边依然没什么准备 仍在成都吃喝玩乐睡大觉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组织精病一路狂温南下 西取成都 一把拿下刘章 此乃上计 第二条方法 目标 白水关 白水守将 杨怀高配 都乃蜀中名将 在关口都守得很紧 此二人 对咱们一直抱怀疑态度 多次写密信给刘章 要求刘章 要把咱们赶回荆州 咱们就接这个机会 谎称荆州出现了意外 得赶回去救援 那两个家伙 势必是心情大好啊 然后就会出关来送别 我们就在送别宴席上 趁机杀掉二人 吞并二人手下之精兵 然后率军迅速南下 直计成都 此乃终计 下计嘛 那就是咱们啥都不做了 就全当西部旅游一趟 退回白地城 到江州 与荆州力量连成一片 耐心等待下个机会 再杀回来 稳扎稳打 逐步平定一周 三条计策 还望主公考虑啊 到最后 庞统还加了一句警告 如果待在本地 啥也不做 不用多久 就会陷入极困难的状况 要早下决心啊 不然失去机会 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这句话原话是 若沉吟不去 将至大困 不可久矣 庞统的计划可行吗 仔细分析一下 虽说 他是限了三条计策 但管用的 也就一条嘛 比如他限的上策 在人家地盘上 组织别动队 吸取对方的大本营 这不基本上等于 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自杀行动吗 要知道 广源到成都 有三百多公里啊 这么远的路程 沿路上 都是刘章的关卡 你的别动队 怎么通得过去 哦 你可别告诉我 这支别动队 编制只有百十来个人哦 这点人吧 对守卫成都的 三万多将士来说 能有多大作为啊 真是连一口开胃菜 都算不上了 哪怕你刘备派出的 个个都是超人 这事儿也是半不成地 实际上呢 刘备也思考过 上策听上去 是剑效比较快 但是剑效快 也就意味着 失败的也快 一旦被发现 全盘计划就要泡汤 你刘备又不是神 怎么可能呢 所以风险太大了 行不通啊 那好 上策被放弃了 下策呢 下策确实是稳扎稳打 仅靠荆州大后方 不用担心后援不计的问题 但是 这一策 等于就是免费来一趟 然后原路返回 啥也没做 以后回来 所有的程序 还得再做一次 剑效太慢了 要知道 一周地势险峻 一手难攻 就算刘章再糊涂 打野战是打不过刘备的 但他只需要最简单的方法 把各地的要盗 全部派军队助手了 你刘备就一点门道都摸不进去 所以 下策啊 啥意思没有 除了白白浪费了这几个月的时间 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了 这真是只有傻子才干的事吗 听到这儿 肯定有朋友提出反对意见了 诶 谁说上策不行的 诶 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啊 绝对是有冒险精神的人 跟后来的曹魏集团的邓爱 是同一路人了 诶 多年以后 邓爱不就是走着上策这条路吗 凭借一支别动队 翻山越岭 连滚带爬 排除万难 终于来到成都城底下 哼 一把就把蜀汉政权给搞定了 可能 刘备是万万没想到啊 未来自己的儿子 和现在的刘章 几乎是一样的 而自己现在 没有对刘章用这一剂 多年以后 邓爱就把这一剂 用在了自己儿子身上 好了 又扯远了 反正对于刘备现在来说 已经不用选了 因为 旁统三剂当中 实际上只能用一剂 那就是中策 中策兼并了上策剑销块 以及下策比较谨慎的重点 那就是 先把刘章派过来监视的 杨淮高配两个将领除掉 算是把南下成都最大的障碍给去掉了 接下来 刘备军就可以借着 去年刘章给予的军事物资作为基础 稳扎稳打 由北向南 一步一步的支取成都 能成 最好 不能成 至少我还有地盘在手 军队也相对完整 不至于一把就收黑 好了 不用多说了 刘备当场拍板决定 就用中策开打 当然了 方向定下来了 并不等于立刻动手 要知道 在加盟这都已经待了一年多了 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吗 以刘备谨慎的性格 必须要准备一段时间的 慢慢来嘛 不打没把握的仗嘛 可是 这历史舞台永远不是一个人在唱主角的 天有不测之风云 人有旦夕之祸福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 却让刘备始料未及 因为有其他的主角开始抢戏了 刘备不得不停止准备 迅速对刘章发起了总攻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下一次 接着问您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